秋風起又到了吃大雜蟹的季節 不過如果在香港的餐廳吃 限制的也要二、三百元 就算你買回家自己做 到餘整個百元 不過最近有人想深圳買大雜蟹回香港 這樣又行不行? 網上也有很多人分享過 去深圳買大雜蟹的經驗 我們今天就跟著這些攻略 實測一下買蟹過程 我們第一站就是福田的龍批市場 這個鮮活館區 隨處可見大雜蟹中職 甚至標價15元一隻 為甚麼過來的 朋友介紹吧 我上星期也來過 買20隻左右,香港貴的 差五倍價錢 香港一隻大約8、8、5元左右 這裡是三、四十元 對,很漂亮… 貪新鮮、貪可愛 新鮮嗎 對 現在潮流輕上來 是嗎?你覺得我走過 看見鞋子怎樣 你覺得可以的,也很健碩 是嗎? 好像三十多元,一百六兩 其實有很多香港人過來買嗎? 也有,週末是全天候都有 基本上來也買十多隻 你也買十多隻 如果不買十多隻,就餵不過了 如果鹽帶山蟹過關麻煩 但又不想自己處理 網友就推薦以下這個地方 根據網友推介 我們來到第二站 這間福田的大型超市 他們其中一個賣點就是幫忙加工煮熟 帶回香港也不怕 今天星期二,現場都是人頭湧湧 買蟹的客人一個接一個 價錢方面就有不同選擇 大部分都是幾十元一隻 而且可以即選,即煮即食 很受港人歡迎 很棒 各位,嘉仁大回來 他們很喜歡吃蟹 沒見過可以在超級市場買海鮮 它蒸給你 好像見到的都是香港來的 看著吃四隻 可能今晚多買四隻回香港 香港政府也提及了一個要求 就說明自用數量 雖然沒有說明 每人一、兩隻 我覺得大家都覺得 是以下的要求 都可以 比香港來講 我本人覺得是便宜了一點 不過我吃過氣氛 這盤是第二盤 後一盤好像一百九十多元 將近二百元 這盤比較多一點 吃不到,我就帶回香港 你打算花多少錢 在吃大集牌方面 還是沒有限制 這裡真的沒有限制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吃得開心 聽別人的介紹 在香港買一隻,這裡買到兩隻 你覺得怎樣?我看到你們也吃了 不錯,很棒 你看我們吃得這麼滋味就知道 是 特地買下來吃 下來吃嗎? 是 立刻吃嗎? 當然 這裡,香港,我想差不多要五百元 加工方面,你知道它的計算是怎樣 十元一樣 這樣有十元,這樣有十元 會否再買一些,拿回香港 最初打算買的 不過想想一下也不好 留下來,下次上來吃好的 是嗎? 免得拿 這麼多買蟹熱點 看得眼睛都花了 不過安全性其實也有擔憂 當年香港這麼久地帶蟹蟹入口 就是因為食安中心 抽驗不到有帶蟹蟹樣本 含有有毒物質 現在大家繞過政府把關買來吃 有起事上來可謂毫無保障 大家買蟹真的要想清楚 我們還是有狂窖 我們等一下 我們一起去 我們一趟 感谢观看